在一个美丽的夏夜,一个名叫莉莉的小女孩正在她的后院里看星星 她一直很喜欢星星和夜空的美丽,并经常在晚上独自坐在后院里欣赏星空 但这个夜晚,她发现了一个小秘密 这个秘密将改变她的夜晚,让她经历许多惊奇和神奇的冒险 当她在观察星星时,她突然听到了一声奇怪的声音 当她转过头去看时,她看到了一个奇怪的小生物在草地上跳舞 这个小生物看起来像是一只可爱的小精灵 她穿着一件白色的衣服,手上拿着一个小花瓶 里面装着一种奇怪的一体 莉莉非常好奇,走向小精灵,询问她是谁 她从哪里来,还有她手上的花瓶是什么 小精灵回答说,她是夜空的守护者 她负责保护星星和夜空 花瓶中的一体是一种神奇的药水 可以使莉莉有能力进入夜空 探索星星和夜空的奥秘 莉莉非常兴奋,决定跟随小精灵的建议 喝下了药水 当莉莉闭上眼睛时,她突然感到自己身体轻盈起来 然后便进入了一个神奇的世界 她发现自己正站在一片星空之中 周围的星星闪闪发光 没力极了 莉莉开始探索星星 并很快发现,她有了一些非凡的能力 她能够飞翔,进入不同的星座 甚至可以和星星对话 莉莉探索了很多不同的星座 并与星星们成为了好朋友 当她飞到大熊星座时 她遇到了一只友好的小熊 这只小熊告诉她一个秘密 在大熊星座的中心,有一颗神秘的星球 上面生长着非常珍贵的星光花 莉莉非常感兴趣 她决定前往寻找这个神秘的星球 在路上,莉莉遇到了许多危险和挑战 她必须穿越一个星光迷宫 避开许多巨大的星光球 还要爬上一个高山 穿过一个瀑布 但是,她始终坚持着 因为她知道 只有这样她才能找到那颗神秘的星球 最终,莉莉终于到达了中心星球 她看到星光花盛开在这个星球的每一个角落 她开始摘 但突然间,她听到了一个声音 她回头一看,发现是一个巨大的星光怪物 莉莉很害怕 但她没有放弃 她想到了一个聪明的办法 用星光花来引诱怪物 怪物被花吸引 这给了莉莉逃脱的机会 她成功地逃脱了怪物的追捕 并带回了许多星光花 当莉莉回到家时 她把星光花交给了天文学家 他们非常感谢莉莉 因为这些星光花 可以帮助她们更深入地了解星星的秘密 莉莉感到非常高兴 她知道 即使在星空下 也有很多机会和惊喜 等着她去探索